大家好,欢迎来到修仙奇缘 今天《吉米古之大修行者》 关于无极图太极图仙天图里的玄品之门 与内丹秘书的描述 陈团是五代到北宋初期 非常有名的道教专家 同时也是位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 他,自图男,还给自己起了个号 扶瑶子 年轻的时候,他主要学习儒家经典 几乎读遍了京师百家的所有书籍 原本打算通过科举考试走上试图 同时也研究过医药 但后来,因为做官的路途太坎坷 他就不再追求官职和俸禄了 转而投向大自然的怀抱 游山玩水,寻找道教的真理 甚至学习起了修炼仙术和屁股的方法 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道教的研究中 深入钻研医学和玄妙的道理 想要探索宇宙的奥秘 为了更好的修炼内丹术 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内丹理论 这个理论为后来宋元时期的道教内丹派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团不仅学习道教 还吸收了佛教的精髓 他的老师和朋友们 都是像何昌一、檀窍、吕洞宾和蚂蚁道者 这样的高僧 他把道教、佛教和儒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 这也是他内丹理论的核心 他的内丹术思想 主要体现在他写的几本书里 比如《无极图》、《太极图》和《先天图》 除此之外 他还写了《纸旋篇》、《赤松子》、《八戒录》等道教和相学的书 还有一些诗文集 说起他的太极图 那可是非常有讲究的 图上外面那一圈代表的就是太极 中间分成黑白两部分 分别代表阴和阳 黑色部分里有个小白点 表示阴中也有阳 白色部分里有个小黑点 表示阳中也有阴 这就是阴阳相互交融 动和镜相互依赖 整个图像既周全又活泼 充满了自然的妙趣 陈团的这套阴阳相互转化 相互依存的理论 是他内丹学术体系的基础 在他的太极图里 乾坤升降 看离相对 都体现了这种阴阳交互变化的观点 从太极走向无极 陈团的无极图 详尽地解释了他的内丹学说 成为了陈团内丹学术的标杆 影响深远 黄宗岩在他的太极图变里 描述了无极图的基础结构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黄氏是这样说的 这个图是从下道上画的 主要是展示怎样逆着常规来修炼内丹 关键在于水和火的运用 火性本来是往上的 但我们逆着它让它往下走 这样火就不会烧得太猛 只是温和的加热 水性本来是往下的 但我们逆着它让它往上走 这样水就不会太低湿 而是滋养并带来光泽 一直这样滋养 就会源源不断 一直这样温养 就会坚固不破 最下面这个圈叫做玄拼 也可以叫做鼓神 拼就是洞口的意思 鼓就是虚空的意思 这里指的是人身体里命门和两肾之间的空隙 是气产生的地方 可以说是气的祖先 五官和身体的运动感觉 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以我们提起这个祖气往上走 稍上面的一个圈 就是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就是把有形的精炼成微弱的气 再把微弱的呼吸之气 炼成四有四无的神 让它们贯穿在五脏六腑之中 中间这层 左边是木火 右边是金水 中间又有一个相连的圈 叫做武器朝圆 就是五脏之气都汇聚在一起了 这样修炼下去 水和火就会结合 像是怀孕一样 在上面一层 是黑白相间的一个圈 叫做曲坎田里 这样就形成了圣胎 再回到最初的无极状态 就是最上面的一个圈 叫做炼神还须 复归无极 这样就修炼成功了 整个过程 首先是找到气的洞口 然后修炼自己 再然后让气和血结合 急着得到药物一样的效果 最后就是脱胎换骨 变成仙人 这才是真正长生不老的秘诀啊 简单来说 无极图一共有五个圈 从下到上 先找气的源头 然后修炼 结合 得药 最后变成仙人 回到无极的状态 这就把整个内丹修炼的过程 都说清楚了 臣团在无极图里 还强调了性命双修的修炼原则 就是从修炼身体开始 特别重视命门的作用 认为命门里藏着原始的元气 是生命的基础 同时 无极图也反映了 顺着自然就能生活 逆着自然就能修炼内丹的修炼核心思想 无极图里讲的内丹理论 最关键的就是水火 也就是真阴和真阳 在我们身体里 心和肾就像水火一样 真阴真阳要互相配合 这样才叫水火祭祭 心肾相交 我们身体才能正常运行 这种平衡很重要 只有这样 我们的生命才能源源不断 臣团特别看重水火的相互配合 在内丹树里 心火叫降真 肾水叫聘灵 欲全卷无礼 引用了陈团的话 他说 我刚入道的时候 并没怎么研究水火升降的方法 就是坚守心印经里的 存无首有四个字 有无这两个字 其实就包括了阴阳 无 就是太极还没分开时的一点太虚灵气 你看不见也听不见 这点灵气进到心里 就叫降真 流到肾里 就叫聘灵 全都要靠我们的心去把握 不能多 也不能少 可见 降真和聘灵非常珍贵 真因真阳 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 修内丹的时候 抓住水火这两个字很重要 这也是无极图的核心 而保养水火 关键在于修命和修行 无极图的内丹树 先从修命开始 保护我们最初的天真 就是无极图第一圈的玄品之门 要守住这个窍门 玄品就是两肾之间的命门 是元气的根 真阴真阳的源头 陈团把命门看得非常重要 强调元气和真阴真阳 在内丹修炼中的作用 要涵养玄品之气 关键在于得翘 就是练功时要清净思考 把意念集中在玄品这个窍门 全心全意守住命门 呼吸要深沉到丹田 这是修行的方法 能得翘 水火就能化生出元气 让元气充足 为内丹修炼打好基础 后来的内丹家 把这一阶段的修炼叫做助基 无极图的第二圈讲的是 练精化气 练气化神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身体里有形的精华 炼成无形的气 然后再把这个不太明显的气 炼成更加微妙的神 这个过程中 关键还是在于水火 阴阳要互相帮助 一起化生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精 气 神 都更加充沛 精 气 神 可是我们的三大宝贝哦 元精是先天就有的 是我们的物质基础 但它里面有很多杂质 不能直接变成仙人的体质 也不能贯通韧度二脉 所以我们要把精和气一起炼 把精化成气 这样才能打通韧度二脉 这就是炼精化气的意思 据说按照丹精的说法 炼精化气三百次之后 就可以开始炼气化神了 炼气化神呢 就是把气和神一起炼 让气归到神里面去 这个阶段的修炼 最重要的是炼气 炼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集中我们的意念 让身体和心神都安静下来 进入禅定的状态 然后顺其自然 保持一种深沉而寂静的观照 这样有利于气机的发动 锻炼水火 化生精 气 神 臣团在他的太息诀里面说 心定下来不动 这就叫禅 神通广大能变万化 这就叫灵 智慧能通万事 这就叫慧 道和元气合在一起 这就叫修 真气回到源头 这就叫炼 所以在整个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的阶段 我们主要是修心养性 更偏重于性功 这个阶段就相当于 后来丹家说的小周天和大周天功 无极图的第三圈 讲的是武器朝元 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调动元神 让他能够贯通我们的五脏六腑 通过内炼五脏 我们可以调和五脏的气 从而滋养元神 图里面画的五行 其实是反映了五脏之间相互化身和内炼的关系 简单来说 五行就代表了我们的五脏 五脏之间通过相互的关系来内炼武器 这样可以让五脏的精 气 神 都变得非常充沛 为接下来产生圣胎做好准备 根据预演在周易参同启发会中 引用的陈团的理论 内炼五脏的时候 我们要做到 眼睛要寒光 但不要去看 耳朵要凝晕 但不要去听 鼻子要调息 但不要去闻 舌头要尖气 但不要去说 双脚叠起 端坐不动 精神内守 一点都不能分心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 那么魂就会自然归到肝里 经就会自然归到肾里 神就会自然归到心里 魄就会自然归到肺里 意就会自然归到脾里 这样我们的魂 魄 神 精 意 就都不会从五官和四肢露出去了 当这五者都不露的时候 他们就会混合在一起 化为一股气 聚集在我们的丹田里 我们祖先的医学认为 肝和眼睛是相通的 肝里面藏着魂 肺和鼻子是相通的 肺里面藏着魄 心和舌头是相通的 心里面藏着神 肾和耳朵是相通的 肾里面藏着精 肺和四肢是相关的 肺里面藏着意 五行可以化为武器 和我们的五脏是对应的 每个五脏都有它主要负责的功能 也都有它藏的东西 通过内敛神器 我们可以把这武器化为一股 聚集在丹田里 变成我们的元神 最后形成圣胎 所以 这个阶段的修炼 主要是注重神的修养 用神来统领精和气 让他们融为一体 聚集在丹田里 这样我们就可以慢慢地 从命宫转向信宫了 无极图的第四圈 叫做取坎田里 在这个阶段 左边代表坎 它意味着阴中有阳 就像我们的肾和水一样 水里面产生的气 被称为真气 也可以叫做虎 而右边呢 代表梨 就像我们的心和火 火里面产生的液体 被称为真水 也可以叫做龙 当我们修炼内丹 经过了武器朝元 和内炼武藏之后 水火 阴阳就会交融在一起 阳神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离道也就越来越近了 就像陈团在《胎西诀》里说的 龙虎相交 这就是丹 三个丹都契合了 那就叫做了 修行的人 如果知道这个根源 那就离入到不远了 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从坎中抽取阳 填补到离中的阴 这样阳神就会逐渐充实 从后天回到先天 就像一个完整的太极一样 所以这个阶段 也被称为德要 神器凝聚在一起 内截圣态 从有为过渡到无为 从命功转为纯粹的性功 常常定住又常常觉醒 最后回归自然 进而进入恋神环须的阶段 无极图的第五圈是恋神环须 也就是回到最初的无极状态 这是无极图内单数的最高境界 要达到这个境界 我们需要有更高的精神修养 进入到一个虚无自然的境界中去 在这个境界里 我们会感受到真正的觉悟 四大皆空 脱离生死 得到大解脱 最后成为神仙 这就是脱胎换骨 变成仙人的意思 这个过程就像 玉拳卷屋里引用的 尘团的话 浑浑伦伦 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是同的体态 太虚无为 不治留也不执着 这就是同的作为 像春风秋月一样和矮可亲 这就是同的品格 纯洁恭敬 毫无瑕疵 这就是同的气量 只有保持同的相貌 才能辨别理智和欲望的关头 只有回到同的本质 才能划分仙和凡的界限 仙在于心 心如果失去滋养 就不是同了 理在于玄 玄如果不领悟就难说是同 可见 恋神还需的最后境界 还是要回到童年 保持童真的本质 尘团所追求的内恋最高理想 其实就是道教行神合一的长生观念 无极图中的内丹修炼方法 其核心理念 来自于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 特别是归根负命的观念 这套功法特别看重信工的修炼 强调无为清静 是修炼内丹的必经之路和重要技巧 具体来说就是先把精炼成气 这是将三元素合为二的过程 再把气炼成神 把二元素融合为一 最后把神炼回到虚无的状态 这个依旧回归到无极的境地 这整套流程构成了一个逆反本源的成仙修炼系统 彰显了逆反则能成仙的观点 老子之旗雄章中提到 明白事物的光亮面 但安守在黑暗的一面 这样可以作为天下的榜样 持守这种常得不出错 就能回复到无尽的道 陈团把治理的无极概念 运用到了内丹的修炼里 把他视作是内丹修炼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和世界的最原始本源 从而建立起了他独一无二的内丹理论 说到陈团西一先生 他可真是个人物 不仅继承了中旅学派的内敛精髓 还对其进行了发展 更难得的是 他还汲取了参同器中的内敛智慧 把如、是、道三家的精华融为一体 同时更加凸显了道家的观点 他在形成自己独特学术体系的同时 也为后来的宋元道教内丹派 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石 后世的张吴梦、刘海禅、张伯端等大咖 都是在他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的内丹学说 特别是他提出的性命双修 还有《无极图》中那个逆反成仙的核心观念 简直成了宋元明清道教内丹学说的灵魂 他对道教内丹术的贡献 那可真是无法估量的巨大 感谢关注修仙奇缘 请订阅、点赞、转发、打开小铃铛 频道里还有其他精彩内容 请点击观看